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以三面金牌领跑一众对手 东道主日本队则在男子柔道六十公斤级别赛时中夺下冠军 同时大乔优衣在女子四百米个人混合勇项目中打败了对手 让日本以两面金牌暂时位居奖牌榜的第二名 随着中国年轻选手杨倩昨天在十米气步枪 以奥运新纪录涌夺2020冬奥会的首枚金牌 中国女队接连带来各种惊喜 举重名将侯志慧在女子四十组公斤级别举重决赛不负众望 最终以抓举九十四公斤 停举一百一十六公斤 总成绩二百一十公斤 成为新科金牌 为中国队掌握第二金 至于第三金则是来自基建女将孙逸文 凭着先摔后胜的气势 最终以十一比十逆转击败罗马尼亚老将波佩斯库 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女子中健个人赛拿下奥运金牌 创下了基建队的好成绩 而在男子基建比赛 匈牙利好手希拉吉连续三届斩获奥运金牌 成为奥运史上首位在基建同个单项 获得三金的第一人 31岁的希吉拉 是在男子军刀项目决赛 以15比7轻取意大利选手 第三次问鼎奥运 至于东道主日本则展现主场的气势 昨天同样收获金牌 上届铜牌的柔道世界冠军高藤直手 在男子柔道60公斤以下级别 历经黄金加时赛拿下台湾选手 成功为日本队拿下手金 不过日本柔道女将杜明喜丰男 却和冠军插肩而过 女子柔道48公斤以下级别的金牌 最终落在科索沃选手的手上 目前许多项目依然处于 预赛或小组赛的第一阶段比拼 许多国家还没有奖牌入账 但随着各项目即将完成比拼 接下来的奖牌榜还会有更多变数 这一集是有点好 好 好